-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 我們今集看一看跟口罩相關的新聞 澳門這邊公佈了 今天起學校的師生上課時進行活動都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根據新聞報道所說 他們的記者上學時見到 大多數學生仍然是有戴口罩的 有些學生表示等不戴口罩這一天等生眠 就好興奮 認為政府這樣做是正確 但是也會聽家人說說會戴到4月才不戴 有家長仍然是選擇戴著口罩送小朋友上學 他說搭巴士需要 又說家裏有長者 會戴多一段時間 有部分的家長其實都是認為是需要叫做穩陣起見的 就叫戴多一輪口罩 而香港那邊根據香港的媒體消息報道 香港最快有機會在3月的上半月 就是調整這個口罩令 不排除會取消戶外和室內的口罩令 但是去醫院和院舍仍然也是需要戴口罩的 其實你說取消口罩令這件事 應該都是一個大勢所趨的事來的 香港現在都傳說3月上半月就會取消了 如果取消了 澳門這邊也都取消的 那大陸那邊不用說啦 也都沒有說強制要你一定戴口罩的 那其實大家自動自覺的生活就開始複常的了 再加上現在已經是中港澳通關了 在一段很短的時間之內 我們就經歷了所有事了 那這3年其實大家都覺得不容易的了 除了戴著口罩之外 還有很多經濟的因素啦 或者是過不了關啦 看不到自己的親人啦 那現在終於是有機會完全過一段落啦 好啦那今集跟大家看到這裡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